日前有消息透露 中共中紀委王岐山的親信上海市紀委書記 上海巡視組組長侯凱 召開了今年第一批巡視工作動員會 針對上海常見集團 事件管委等10個部門進行巡視部署 外界認為 巡視組這一舉動 針對的是前中共黨魁江澤民的兩個兒子 以及上海幫 請看下報導 3月11號 中共中紀委監察部網站 對侯凱前一天在動員會上的講話 做了詳盡報導 語氣也非常強硬 報導稱 侯凱在動員會議上 要求市委巡視組絕對忠誠 強調必須力見高旋 震懾常在 敢於碰硬 同時還強調要牢牢盯住重點人 重點事和重點問題 深挖細查 上海首輪巡視的時間從3月下旬到5月下旬 第一至第10巡視組將分別對上海10個部門進行巡視 市經信委 市教委 市國資委 上海圖書館 市合作交流辦 上海承建集團 市綠化市容局 市科委 市司法局 市建管委等屬於這批巡視的對象 上海承建集團屬於國有壟斷性集團 地下、地上工程、建橋、地鐵施工 都屬於它的管轄範圍 現代裝飾集團、現代設計集團 上海設計院等也都歸它管理 而上海市建委不僅管上海 還管制全國各地到上海的各種工程隊 及招標投標以及吸附在這些行業的研究所 企業、社團及出版刊物等等 公開資料顯示 江綿康擔任過上海建管委巡視員 而目前江綿康充當巡視員的上海建設交通委員會 正是承建集團所隸屬的上級單位 另外 上海市教委、市科委也屬於巡視對象 其中 江澤民大兒子江綿恆掌管的上海科技大學備受關注 上海科技大學前身為上海科技幹部進修學校 屬於業餘大學 前年突然變成全日制大學 從申請到招生只花了兩年時間 上海維權律師鄭恩杵發現 深圳南方科技大學成立時 由深圳人大提出後 科技部拖了5年還不承認 而上海科技大學卻由上海地方管 旨在教育部登記 大學校長教育部都有規定 顯然江綿恆沒有這方面的資歷 一年的招生也就200名學生 至今來任何地方都沒有依據的 上海每年參加高考的人不到10萬人 招生不斷在誇張 有沒有必要再欣賞一個大學 鄭恩杵說 江綿恆掌控的聯通公司 軟件和芯片等產業研發和生產 都與很多大學有關 此外 據媒體報導 江綿恆與江綿恆 還涉及前上海首富周正義案 當年用周正義名義拿下的上海東八塊土地中 有一塊被江綿恆以上海聯合投資有限公司名義取得 另一塊則被江綿恆以上海事件委會名義佔有 據報導 江綿恆還涉入了2006年 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和西門子賄賂醜聞 而上海到目前卻還沒有出現貪腐官員落馬 鄭恩寵指出 上海恰好是王岐山講的 腐敗六大重點中最嚴峻的地區 習近平必須對上海動手 才能服人心 最近 江綿恆提前卸任了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長 江綿恆棲王榮被傳從深圳市委書記調任安徽擔任閒職 江澤民的昔日貼身大秘賈廷安捲入老貪腐口紋 評論指出 這一系列圍繞江澤民而起的颶風 都是在走前一陣周永康等大老虎落馬的套路